面对主场作战的德国名将 0-0后的牛影竹 能否上演决定大力撞 连续用速度压住防守 这是正在举行的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能打16强赛 还弗兰奇斯卡 弗兰奇斯卡的力量和这种 达西夫的选手是弗兰奇斯卡 德国队的主力选手 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8位 两条线路的进攻意图非常明确 近台的速度以及强势的宁娜 是牛影竹的一个优势 漂亮 对长球点得很准 弗兰奇斯卡的力量 制防守势力比较均衡 但是在台内球移动速度上 不及牛影竹 在被动的防御中 不断调整步法 拿到了防攻的机会 一档前击板 能够打窗 让对手加上质量 令如也容易失误 第二局的开局 一定要坚定在揭发球的这种拧拉的高 通过快速的险前上手 建立优势 把角度摆开 两边调动 让他有点站不住位 注意衔接 顶住 对方的力量 对方的力量优势 好的 能力如速度上的压制 即使对方退到中台 还是被顶住了 拉起来 拉住 漂亮 好的 今晚半高的抢攻 打这样的冷榜 是令如的优势 站稳后的连续法力 令如可以有一些节奏变化 向车断得扶两西斯卡 站稳往后退了半步 避免被女影竹速度顶到 有一些节奏落点的变化 还是 通过点线长球 控制对方的第一板质量 做好第二板的反攻 现在的女影竹 0比2落后 陷入逆境 嗯 好球 通过高阶段的防守 琳娜 摆两个大脚 哇 3比5 哇 通过潜心上手 压住防守后 通知线突破 好的 通过慢节奏的短球控制 把对方吸引到镜台 打乱站位 拉得比较赚 虽然得分了 但是有一些危险 发出上的变化 前阵的琳娜 一板快速重复落点 拿下了这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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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摆开 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危险 没有控制弧红线 让对方两边发力 机会机会 我不会再上吧 又上了 我的天啊 好的 快速的衔接 是运营的一个特点 让对方站不住脚跟 上手得分 坚定一些 突动的回板 弱点还是没有控制好 被对手一板打窗 坚定的去果断上手 看这种球也是 从0比2落后 拧如连锥两局 达成了2比2 回到同一个起跑线 非常规的回球 拉住拉住 哎呦 这个质量有些 弹出他的上手 还是没有把落点打出来 速度也不快 好的 好的 建议对方的强势状态 运营的主要 还是要抓好快速的衔接 拉住 通过速度落点 压制对方 方式的传直线 打得非常强妙 一下子把对方比退台了 很好 看看谁先拿到第五分 哎呦 连续的白短控制 把节奏放慢 让对方的上手 出现的犹豫不绝 手的话自己也比较顺一些 像这样的镜台的优势 还是要守住 减少无位失误 失误偏多 好的 正手短的爆条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冒险的线路 打量对方的两边上手 好球 非常快速的两面衔接 更明确一些 好球 对方想要测绳 又没有让出位置 出现了犹豫不绝的情况 角度是打开了 但速度慢了点 漂亮 决筍局的10比7 连续手握了三个赛点 最后是连续连续三局 往前的一个大逆转 我也是